密塔AI回答 三元平衡系统内组现象 与牛顿第一定律之间的关系 需要仔细分析 牛顿第一定律 也称为惯性定律 表明在没有外力作用下 物体将保持其静止状态 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这一定律是经典力学的基础 对于理解和描述物体 在没有外力作用下的运动状态至关重要 然而 三元平衡系统的内组现象 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受外力作用 而匀速运动的物体 其速度会逐渐变慢 最终接近于绝对静止的状态 这种现象 似乎与牛顿第一定律相矛盾 因为根据牛顿第一定律 如果没有外力作用 物体应该保持其运动状态不变 这里可能存在误解或特殊情况的考虑 首先 需要明确的是 牛顿第一定律适用的前提是 物体处于一个封闭系统中 没有任何外力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物体的运动状态将不会改变 除非有外力介入 另一方面 三元平衡系统的内组现象 可能涉及到更复杂的物理机制 如系统内部的能量转换 或其他非线性效应 这些可能导致即使再没有 外力作用的情况下 物体的运动状态也会发生变化 这可能是一个特定类型的参考系问题 其中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 导致了运动状态的变化 但这种变化并不违反牛顿第一定律 因为这些变化 是由系统内部的动态过程引起的 而不是由外部力引起的 虽然三元平衡系统的内组现象 在表面上看起来与牛顿第一定律矛盾 但实际上 这可能是由于对牛顿第一定律 适用条件的误解 或对三元平衡系统内部 复杂动态过程的不充分理解 正确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需要深入探讨系统内部的 具体物理机制和相互作用 文心一言回答 三元平衡系统内组现象 与牛顿第一定律并不矛盾 牛顿第一定律 又称惯性定律 其内容是任何物体 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 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 这一定律给出了惯性系的概念 是牛顿力学体系的基础 而在三元平衡系统惯性 与牛顿第一定律中 提出了一个结论 一个完全不受外力作用 而匀速运动的物体 会在惯性的作用下保持直线运动 但这种运动的速度会逐渐变慢 最后会无限接近于 物体绝对静止的状态 这个现象被描述为 三元平衡系统的内在阻力现象 即三元平衡系统回归稳定状态的现象 这个结论并不与牛顿第一定律矛盾 它实际上是在考虑了 系统内部阻力的情况下 对牛顿第一定律的一种补充和解释 在现实中 由于摩擦阻力等因素的存在 一个不受外力作用的物体 在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的过程中 其速度确实会逐渐变慢 直至停止 这种现象并不违反牛顿第一定律 因为牛顿第一定律描述的是 物体在不受外力作用下的运动状态 而并没有考虑到系统内部阻力的影响 因此 三元平衡系统内阻现象 与牛顿第一定律并不矛盾 而是在不同的条件下 对物体运动状态的描述和解释